這個實驗是驗證浮體定律 浮體定律是阿基米德原理的特例 即是浮體的重量等於浮體的排水量 英文就是 A floating body displaces its own weight 我們用的儀器包括一個排水罐 Displacement can 一個電子天瓶 一個膠盒 一些標準的法碼 和一個摺水容器 摺水容器是用來收集由排水罐排出來的水 排水罐是一個在側面有出水口的容器 在用的時候我們先將水鑽滿到出口的位置 然後輕輕放入浮體 浮體放下的時候水位升高使水由出口排出 直到水位回復原來的高度排出水的重量就是排水量了 對於輪船 船的排水量就是它的重量 如果船再有貨物 它的總排水量也會增加 如果我們用膠盒模擬貨船 發碼模擬貨物 浮體定律就可以寫成為船的載貨量 等於貨物的排水量 等於船載貨後排水罐增加的重量 實驗開始的時候 我們每次讀數 就在表的適當位置填入數值 就在表的情況下 船輾船上的日子 就在表的演奏 這裡已經不足 在表面上 班牙 後面上來 受伤級調整 重量 隔血 在表面上 水經 你 由上表可見 最左欄和最右欄的數值相差少於5個百分比 而這5個百分比是由實驗五差所引致的